铁丽市 有野生中药材种类200余种 总续积量50万吨 为平贝母种植提供了绝佳的自然条件 铁丽市发展平贝种植历史悠久 上世纪50年代发展平贝种植 铁丽人参、平贝母、北武卫子、林蛙油等道地药材 通过了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和欧盟有机食品认证 近年来铁丽市按照国家省市 关于中医药产业发展有关部署要求 立足自身优势 以北药种植开发为基础 以精深加工打造品牌为重点 以发展交易集散、休闲康养为延伸 努力打造产加销、一氧油为一体的全产业链融合发展格局 每年在这个季节全国的各药厂的采购商 还有各个药市市场的采购商都来到田间地头 以货给降 老百姓直接钱就插到兜里 相当于种水稻玉米的七十倍、八十倍的效果 近两年在我们铁丽市市委市政府的大力的扶持和引导下 而且我们市委拿出一部分资金给我们贴锡 而且又和保险公司对接 而且给我们种植的瓶贝和药材、保险 协调各个中医药大学、农党 对于我们平备的种植、技术 在一个怎么那个低农残这一块 都给它打进去出去 现阶段铁丽市建成园区示范基地一个 规模种植基地七个 其中平备规模种植基地三处 通过规模化种植 使得铁丽市部分北药商品占据了市场主动权 铁丽市平备母干品年商品量为一千吨 掌握着平备母市场交易定价权 主要销往广州、安徽、博州、吉里 中药材无流烘干加工企业七家 中药材初加工能力达到四千吨以上 一市依托中药材基地示范线项目 对区域内中药材规模种植面积200亩以上的种植者 基于补贴 累计补贴面积1.5万亩 发放补贴资金329万元 二市投资800万元 十市中药材经营贷款贴息政策 对从事中药材种植加工经营 中药材设备及专用肥研发生产的 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企业 发生的贷款按照年利率5.5%进行贴息 三市投资500万元 实施中药材种植保险政策 切实让种植户消除 中药材种植过程中应在反贫的顾虑 中药材产业是朝阳产业 代农、强农、复农效果明显 去年全市中药材实现产值7.2亿元 极大的促进了农民增产增收 成为铁力市又一崛起的新型支柱产业 铁力市在中药材产业发展上 还会坚持高标准、高地位 到2025年 铁力市将建成集仓储物流、科技研发、 品牌建设、检验检测、精神加工等 多功能一一体的农民北药产业集聚区和集散地 区域内中药材产值将提升到20亿元 争作龙奖中药材产业龙头示范建 就有点准备 发展到20亿元 和参加速平均 发展到20亿元 20亿元 好